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个非常 非常有趣的理论 叫做赛局理论 有人又把它称之为博弈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 相信各位同学在报章杂志当中 或是一些专题的报道当中 应该都或多或少有听过这样的概念 在进入这一个单元的讨论之前 我先跟各位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说曾经在几年前 美国有拍了一部电影叫做 美丽境界 美丽境界这部电影 那么这个美丽境界这部电影里面 那个男主角是那个罗素克洛 他饰演的一个就是叫做John Nash 这个John Nash呢 就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那么这一个赛局理论呢 就是由他发扬光大 然后进一步引发这些后来 这些后续学者的这样的一个深入的讨论 所以美丽境界里面的这部电影 主要就是在演这一个John Nash 这一个人他从年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这个John Nash这个人呢 他把这个赛局理论发扬光大之后了 我们后来在研究赛局理论之后 都有所谓的Nash均衡 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所创建出来这样的理论 然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Nash均衡 那么这一个人 这个John Nash这个人呢 他从小就是一个数学天才 他在22岁的时候啊 他就取得了这个Prinster 美国的Prinster大学的博士 各位可以想象说 哇他22岁就取得博士学位 那他是不是写了很多东西啊 他的博士论文啊 只有27页 在1940年代的时候 展露头角 然后他所写的东西 推翻了整个经济学理论 大概将近100年来 一直沿用的理论 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博士论文提出来之后 完全改变了整个经济学理论 一直以来沿用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方式 从他开始 他就推翻了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方式 所以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厉害的人 那么可是呢 当他30岁如日 整个学术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呢 他突然在30岁的时候啊 他对于数学有异常 过于常人的这样的天赋 所以他的脑袋是不是跟我们一般正常很不一样 所以他在30岁的时候突然 突然得到了一种叫做 偏执的精神病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他在那部店里面啊 他幻想有外星人要来追他 来杀他啦 或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后都生活在虚幻当中 那么 一直到他60几岁的时候 一直到他60几岁 他慢慢的用什么 慢慢的用 他开始知道说这些都是虚幻的 所以他慢慢的用自己的心告诉自己说 他用理性 来抗拒 来对抗这些虚幻的 这样的一个幻象 那所以慢慢慢慢的 他从60几岁之后才慢慢的 从这样的一个 现象当中慢慢的苏醒过来 那直到他60几岁的时候 那个 诺贝尔奖的这些委员会啊 最后再决定说 要不要颁发给他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嘛 所以他在1994年的时候 这一个协会呢 就觉得说他 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对于整个经济学界是有很重大的贡献 所以也因此他在晚年的时候 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所以呢 我们今天从这个单元开始 主要呢 就是要去跟各位介绍 有关于赛籍理论的一些基本的定义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对这些 这样的一个理论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未来呢 如果各位同学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呢 再去多广泛的阅读书籍 或是说未来 有机会再去跟你们的授课老师呢 能够进一步的去做探讨 我们选取目标 是希望呢 透过这个单元 可以来说明 让各位同学能够了解 什么是赛籍理论 接着 我们要去说明 一个赛局 它所包含的要素是什么 那如果 我们要把一个赛局的结果表达出来 我们怎么样去表达呢 所以我们要接着说明 有关于赛局术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很像决策术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枝干 这样的方式去做延伸的这样的表达方式 好这个我们在这个单元 会让各位同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我们选取方法 跟过去的单元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希望说 各位能够在收看这个单元的时候呢 能够先做好预习的工作 那么在单元在课程中在进行的时候呢 能够专心的听讲 那么之后 能够尽快的 把听完了这样的一些重要概念呢 能够尽快的把它 做一个完整的复习 然后今天 这个单元所举的一些例子呢 都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例子 那我也希望说各位同学 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实例呢 来了解这一个赛局理论的内容 我们的课程代纲 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 介绍赛局理论的定义 第二 介绍赛局的要素 第三个 教导各位 怎么样去做赛局数的描绘 在开始进入这个赛局理论的定义之前 我们先简短说明 赛局理论一开始的源起是什么 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说 在各位看到这张表当中 匈牙利的一个数学专家叫做 John Von Neumann Von Neumann 就是约翰 冯友曼他在1928年 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室内游戏的理论 所以 他在这个论文当中 这篇文章当中 首次提出了这一个 游戏理论 也就是赛局理论这样的概念 之后 在1943年 Von Neumann跟这一个 Morganstein 奥斯卡 Morganstein 这两个合著了一篇文章 叫做赛局理论与经济行为 好 也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奠立了这一个 这一个赛局理论 他在 他在学术上面的一个地位 就是 赛局理论能够开始建立 这篇文章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之后后续的学者 也就是这些人 这个Von Neumann跟这个Morganstein 他们的学生 或是一些同僚之间 才陆陆续续的去把它发展光大 那特别是 刚刚在一开始的 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各位提到的是 这一个John Nash 那我们现在 要进入呢 比较有趣的 内容的说明 这是前面 一开始 到现在都只是在说明 它的一些起源 然后当中的一些故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才要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赛局理论的定义 定义 那么各位 第一个 我们要先说明什么是赛局 那各位看到这个定义 它说 赛局指的是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会受到两个以上的决策主体的 行为决策所影响 各位可以去 各位可以想象吗 说 你把赛局 想成是一个游戏 或是想成是一个对战 这一个对战 或是游戏 它是一种状况 比如说以对战来讲 是一个对战的状况 这个状况 会受到两个以上决策主体的行为决策所影响 要对战 不是要有双方吗 好 所以一定是有甲方跟乙方 他们在做对战 好 所以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甲方跟乙方可能会各自采取不同的策略 所以赛局指的是 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状况 加于双方 他们各自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迎战对方 这样叫赛局 那么什么叫赛局理论呢 赛局理论是 它说是一种策略的思考 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赛局的这个状况当中 因为赛局是一个状况 在这样的一个赛局状况当中 我们怎么样做出决策 我们怎么样行动 当我们去做描述 怎么去做这个决策 怎么样去采取哪一个行为 采取哪一个行动的时候 这样的理论 就叫做赛局理论 那换句话说 赛局理论是一种策略性的思考 我们可以透过策略的推估 来寻求自己最大的胜算 然后进一步能够在竞争当中求生存 这样的概念 我们从文字当中 各位刚接触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有一点很难理解 我在用生活当中的例子 我小孩 他每天晚上七点 他都会固定看一个卡通 叫做游戏网 我不晓得各位同学 有没有看过游戏网 这样的一个卡通 里面 有一个主角叫做武藤游戏 哇 他就是 就是在玩那个游戏网卡 他们有什么牌组 实际上我们在卡通里面都会看到说 这一个游戏跟不同的角色的人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 海马集团 他们实际上会在卡通当中 海马跟游戏就会对战 好 对战就是一种状况 这个状况会受到两个以上的角色主体 一个是海马 一个是游戏 然后呢 他们有各自的盘算 如果各位有去看那个卡通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 他们在做对战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会听到说 对对方采取攻击 所以攻击是一个策略的思考 那么另外 他会考量他身上 他现在手边的牌组 他会去做什么 做守备的策略 所以攻击策略 守备策略 都是一种什么 都是一种策略的思考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策略推估 到底我们现在采取攻击策略 或是采取守备策略 对我们来讲是 是最好的 那我们在这一回合 就采取守备策略 或是采取攻击策略 最后一句话 说从而在竞争当中求生存 就是希望什么 让我们的生命值不要归零 因为使我生命值归零 这一场游戏 这一场赛局 就是输了 好 一开始各位接触赛局理论 我希望说 借由这些比较 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让各位了解什么是赛局 所以各位可以去想象说 在游戏王当中那种 两个人在对战的那种状况 来做联想 好 讲完了游戏王的这个例子 各位 我们在整个赛局里面 接下来要说明说 构成赛局的要素 各位去想象 那游戏王在两方 游戏跟海马在对战的时候 有什么 第一个要素是什么 一定要有玩家 一定要有参赛者 所以以游戏王对战的例子来讲 我们的玩家是谁 我们的玩家就是游戏 跟这个海马 那刚刚也有讲 第二个 构成赛局的要素 有玩家 接下来他们要去做策略思考 他们有什么 他们要有一个策略嘛 我们刚刚讲 有可能是攻击的策略 也有可能是守备的策略 所以构成赛局的要素 第二个 有了玩家之后 我们也要有策略 第三个 当他们在整个对战的过程当中 采取攻击策略或是采取不同的守备策略 不是都会让他的那个生命值会有一些变化吗 因为他的牌组里面有魔法卡 什么有陷阱卡 还有怪兽卡 但是我们时常会在电视当中看到说 诶 某一张卡出来可以让他的生命值增加 然后呢 如果怎么样的话 让他的生命值减少 最后对战的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什么 他的生命值会增减 那个数值会变化 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就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就是报酬吗 一个游戏 在做对战 一定会有玩家 策略 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 对战的结果 是不是让他的生命值提高 或是让他的生命值减少 所以构成赛局的要素里面有三个 好 请各位同学 务必要记下来 就是说这个概念 未来我们在任何赛局的例子里面 都会出现参赛者 策略 还有报酬 也就是他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 好 所以希望 各位在往后的这样的一个单元里面 能够把现在这个单元的 一些重要的概念先记下来 因为这个单元是在 说明整个赛局理论的一些基础的概念 那其实啊 我们在 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 除了游戏王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 我们事实上在报纸当面看到 前几天的报纸也出现说 HTC跟Apple 这两家都不是在做智慧型手机吗 前几天的新闻不是说 什么 好像之前是Apple 告HTC侵权 仿冒 后来 HTC 也不甘示弱 也要告他们说 侵权 仿冒 那所以你看 在这样的一个互相 抢占智慧手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局里面呢 有两家厂家 这两家厂家就是参赛者 HTC跟Apple 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可以告你 侵权仿冒冒 或是不告你侵权仿冒 同样有这样的策略 那最后呢 一定有告下去 我告你侵权仿冒的最后的结果 以及我如果不告你 我能够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好 所以各位也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理解 一个赛局构成的要素有哪些 那刚刚前面也才提到说 赛局的表达方式 除了可以用赛局数 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要跟各位说明是用赛局数的方式 那 其实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在后面的单元我们会提到说 我们也可以 根据他采取的策略的不同 把它划成一个什么 划成一个报酬的矩阵 如果是策略 是两种策略的话 就是2乘2的报酬表的矩阵 那个在往后的单元 我们也会跟各位说明 再来 我们因为刚刚前面说 赛局构成要素里面的第二项是说 有策略 那 实行策略的时机啊 因为实行策略时机不同 而有两种不同的赛局的分类啦 各位看第一个叫策略型赛局 什么叫策略型赛局 他说啊 两个以上的参赛者 同时实行策略的赛局 叫做策略型赛局 各位可以想象吗 两个以上的参赛者 同时实行策略赛局 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 叫做两个人同时值硬币 两个人同时值硬币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什么 值出来 同样都是正面 值出来 同样都是反面 还有第三种情况 值出来 一正一反 同时值硬币 这样的赛局 叫做策略型赛局 那策略型赛局的话 各位可以在旁边注解一下 因为我们说赛局的表达方式 有可以用赛局数跟报酬表 对不对 那么策略型赛局呢 因为是同时实行策略 所以它就比较不像说 那一个赛局数是说 它可以用枝干 一样一步一步的延伸下去 所以策略型赛局呢 比较适用在 用报酬表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那接下来呢 这个单元 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就要讨论的是什么 是扩展型的赛局 扩展型就是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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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的 他说 你看他的定义啊 各位看他的定义 两个以上的参与者 轮流实行策略的赛局 好 所以 因为是两个玩家 游戏跟海马 第一回合 他先出招 之后换他出招 一个一个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在实行策略的时候 这样的赛局呢 就叫做扩展型赛局 那么扩展型赛局呢 其实可以用什么 比较适合用赛局术 用这个枝干 这样的方式呢 来加以呈现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用 兄弟切蛋糕的 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在后面有一个练习 兄弟切蛋糕 我简单讲 大哥先切 先切蛋糕 弟弟来选 他要吃哪一块 好 然后我们来 来推演一下 那么最后他们 哥哥跟弟弟会采取 什么样的策略 好 所以在进行整个 后面的这样的一个 练习之前 在进行后面 整个练习之前 我想说 我们必须先捉迷一下 这个赛局术的 这样的一个构造 赛局术它很像 那个 决策术的这样的一个 表达方式 就是 它有节点 有支干 就是有支干 然后呢 因为刚刚讲说 扩展型的赛局是 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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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流实行策略嘛 所以 它的节点 它有节点 也有支干 那个节点呢 各位看第二段 它说节策点 那个节点 节点的地方呢 就是决策点 决策点呢 表示特定参与者的行动 特定参与者的行动 这个特定参与者 可能是 如果以兄弟切蛋糕的例子来讲 可能是哥哥 也可能是弟弟 那么这个支干呢 就表示这个参与者的 决策的选项 什么意思啊 这个支干 表示参与者的决策选项 它可能是什么 等一下 各位看后面的例子 就是说 它可以选择说 比如说以哥哥来讲 应该是以弟弟来讲 不同的支干 哥哥先切了 弟弟可以选说 大块小块的 所以 那个支干可能是什么 弟弟选大块的 或是弟弟选小块的蛋糕 所以 赛局数 再讲一次 赛局数它有所谓的节点 跟支干 末端的节点 各位看第二行 末端的节点就是终点 那么其他的节点就成为决策点 因为到末端了 末端了就是最后 这一个赛局 这一个游戏已经结束了 所以到最末端就是什么 就是终点 那在我们就要去比较终点的状况 到底哪一 哥哥跟弟弟做出什么样的决策 是对双方是最有利的 然后呢 有这一个决策点 然后有这个支干 好 所以各位对于赛局数的构造 先有一个基本认识 有节点 有支干 有终点 有决策点 决策点是 代表的是 甲 甲方 哥哥 或是弟弟的行动 那么这个支干 就是说他所采循的不同的策略 那么 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 简单的练习 要给各位 先 把赛局数的这样的一个构造 先把赛局数的这样的一个构造 先了解一下 各位看在整个这个地方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 这边有哥哥 有弟弟 这边有哥哥 这边有弟弟 这个箭头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我们 我们不是说一个游戏里面 一个游戏里面不是要有什么 要有参与者吗 好 所以这是参与者 有哥哥跟弟弟 这个叫什么 因为这是最后的节点 所以这个叫 终点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个箭头画过来这一个箭头画过来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 只干 只干 对不对 也就是他所采取的行动 然后呢 这一个圈圈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节点 绝点就是我们的决策点 特定参与者的行动 这是哥哥他可能要采取的行动 这是弟弟 这边是弟弟可能要采取的行动 然后呢 这边不是有各自的报酬吗 我们说赛局的构成要素 盖局的构成要素 有参与者 有不同的策略 这边有不同的策略 以及最后的结果报酬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哥哥的 哥哥的报酬吗 这个呢 是弟弟的报酬 弟弟的报酬 好 那所以你看 换句话说 各位可以去看这一个赛局数 哥哥 如果将蛋糕切成一大一小 走这个箭头过来的时候 如果走这个箭头过来的时候 哥哥将蛋糕切成一大一小 接着弟弟来选 弟弟如果选大块的 他的获得的报酬是1.5 那么哥哥是0.5 那么弟弟如果选小块的 那当然哥哥就变成吃大块了 所以哥哥的报酬就是1.5 0.5 那么各位看 如果哥哥将蛋糕切的评分 但是因为只是牧师在切 所以弟弟可能拿尺来量 这个可能多0.01公分 好多0.01公分 好所以弟弟选大块的 好 因为多了0.01 所以他的报酬就1.01 哥哥是0.99 那么如果哥哥将蛋糕平分 他弟弟又选小块了 哇 那就哥哥稍微赚到0.01 变成是 哥哥的报酬是1.01 0.99 弟弟的报酬是0.99 好这是有关于整个赛局术的构造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各位练习一下 自己去画 有关于这一个打棒球的这样的一个赛局 一样各位先看这个文字 哥哥担任投手 只会投出好球 好球有可能是直球或曲球 弟弟担按打者 只要弟弟能让棒球棒插到9 就算弟弟赢 如果挥棒落空就算哥哥赢 赢家的报酬是1 输家的报酬是0 请在这样的条件下 划出赛局数 我们讲说 扩展型的赛局 是轮流实行策略 各位想想看 今天这个打棒球一定是什么 哥哥先投 弟弟在后面等待挥棒 所以 对照前面的那个切蛋糕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 我们一定会有先有什么 我们一定会先有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 是哥哥 对不对 这个是哥哥 好 哥哥说 按照这个题目 哥哥只会投什么 只会投 直球 还有什么 曲球 好 这是他不同的策略 那接下来第二个节点 就是弟弟的决策点 这个是弟弟的决策点 对不对 这个是弟弟的决策点 这个是弟弟的决策点 好 他说弟弟 弟弟有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是什么 插到球棒 一个是插到球棒 一个是什么 落挥棒落空 那同样的道理 哥哥如果投曲球的时候 弟弟有可能是什么 插到球棒 要不然就是什么 挥棒落空 然后最后呢 当然这边就是最后的绝点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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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记住这边的一句话 如果 如果 如果挥棒落空 哥哥赢 赢的报酬是1 输家是0 那你看 今天各位看这一条路线 哥哥投直球 弟弟插棒 插到球棒 哇 那就是什么 哥哥的报酬 弟弟的报酬 哥哥的报酬 因为挥到球了嘛 弟弟挥到球棒 插到球棒 所以哥哥是0 弟弟是赢家 今天哥哥在看这条路 今天哥哥投直球 然后呢 弟弟挥棒落空 那么挥棒落空 是输家 所以弟弟是报酬是0 哥哥是1 再来 从这个路线开始走 哥哥投曲球 弟弟呢 弟弟到弟弟来 他插棒 插到球棒 哇 所以 哥哥是输家 弟弟是赢家 今天哥哥投 曲球 弟弟 挥棒落空 挥棒落空 是输家 所以弟弟的报酬是0 赢家是1 各位没有看到 这一个 这样的东西 就叫做 赛局数 所以 很多的 在这场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现象 都可以透过 透过赛局 甚至透过赛局数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那么 希望说各位回去 能够去再多练习 今天 这一个 各位看完这个单元之后 我相信说 各位对于 有关于 赛局 的构成要素 赛局的表达方式 赛局数的描绘 他应该都有些基本的认识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在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经济行为 或是国际间之间 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大家为了这一个钓鱼台 岛屿 不同国家之间 有不同国家之间 他们在策略 某页上面的考量 外交上面也有 其实这样的概念呢 都适合用赛局理论 用赛局理论来 来加以表达 诠释 所以 希望 各位同学对于这个单元的内容 能够 多加多加的去了解 因为接下来 后续的单元呢 会用这样的一个 这样这一个 这一个单元的基础呢 做延伸 然后所以 各位如果能够在这个单元 能够做一些 清楚的了解 相信各位对于未来 甚至各位未来 在进行整个不同 不同 当你面临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或是面临到 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在做策略思考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 赛局是一种策略思考 所以 我相信 对于各位在做策略思考 做决策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希望各位同学的学习 能够顺利 愉快 别选择 下方星期视频 ここ